日皇德仁夫妻在25号展开了 对英国的国事访问 英王查尔斯三世亲自陪同德仁 教育皇家仪队 两个人甚至共乘同一辆马车 前往白金汉宫 沿途受到民众家道欢迎 烙日文邀请全场举杯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在白金汉宫设宴款待远道而来的 日皇德仁夫妇 而德仁也在晚宴上 用英文大战两国交流密切 原本外界预期凯特王妃也会出席 但并未看到她的身影 日皇德仁跟皇后雅子 25号正式展开对英国的国事访问 上午先是来到皇家阅兵场 查尔斯亲自陪同德仁教育皇家仪队 两人接着一起搭乘马车 前往白金汉宫 沿途民众夹到欢迎 德仁也不断向民众挥手之意 来到白金汉宫 查尔斯向德仁夫妇 一一介绍他的日本收藏品 这是查尔斯疲患癌症以来 首次接待外宾 尽管身体为样 依旧善尽地主之宜 德仁夫妇也来到西敏寺 向无名战士芝木献花 德仁是受已故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之妖访问英国 不过中间经历疫情 不得不推迟访问 如今终于成行 但女王已经过世 因此德仁特别要求 到安葬女王的温沙堡 圣桥市教堂献花之意 德仁也曾经在2001年 资深访问英国 他跟皇后雅子 都在牛津大学念过书 这次两人有机会 一起来到英国 因此28号特别安排回到母校 重温求学时光 成为人编译 ider仁特别